少女跪在地上 被丈夫命令爬到跟前 在这里老爷的话需要绝对服从 而14岁的小云 是刚进门的三太太 天真浪漫的她被婚传接走 一路往宅院赶去 年级尚小的小云脸上全是天真 她没想过自己将来的命运 迎接她的是老太爷和她的子孙 他们期望小云能给这个家里生下儿子 这个婚宴办得十分热闹 红光映衬着一切都喜气洋洋的 小云作为新娘只是端端正正的坐着 直到女佣端来一碗石榴 祝福她儿孙满堂 这就是小云嫁给老爷的使命 新婚夜里老爷吃掉肚脐上的生鸡蛋 第二天落红的白帕在庭院里高高挂起 宣誓着小云正式成为三一太 小云从女佣口中得知 大太太为老爷生下大少爷阿珊 因此成为最有话语权的女主人 而二太太没有生下过儿子 所以严格意义上不算是正规女主人 很快一头牛的出生 让小云彻底明白这个宅院的规则 他们正分配着卖牛的钱 二太太希望能给女儿买些新衣服 但就因为大少爷是男丁 老太爷直接决定给他买一匹新的马 小云能看懂二太太面色的灰暗 他明白了这里的等级之分 于是心中也期盼自己能怀上男孩 好在太太之间没有勾心斗角 大太太和二太太对小云都很不错 他们汇聚在一起聊天 二太太还教授小云讨好老爷的技巧 懵懂得小云觉得很有趣 不自觉看呆了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不吝啬分享首饰给小云戴 但比起年龄相差大的太太们 小云和二太太的女儿更玩得来 这天大家正在草坪上晾晒不平 小云突然发现小莲的裤子上有血迹 二太太连忙带走刚来立嫁的女儿 他们一起到河边冲洗身子 女人的肌肤洁白无暇 小云目不转睛地盯着二太太 望着她温柔地给小莲打理头发 望着她弄湿的衣裙贴着皮肤 这是小云眼中真正的美好 看似悠闲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云很快怀孕了 开心的她还没意识到 这到底有多么悲哀 每次小云孕土后 小莲就守在一边帮忙去处理 没想到端出去倒的时候 调皮的阿贤从身后出现下了小莲一大条 她不小心把盆打翻在地上 这样的声响惊动了大太太 太太望见一地狼藉 便叮嘱他们不许再碰 然后吩咐下人来做这一切 接着大太太找到小云 告诫她不该让孩子们清理污秽 因为小莲已经来了月事到了失婚年纪 很快要给人家当女主人的 小云只能懵懵懂懂答应下来 小莲明明就还是个天真的孩子 她无法将其与女主人三个字关联起来 现在小云的肚子一天天变大 她只能一个人无聊地躺在床上 很快这个家的暗流汹涌 一点一点在她的眼前揭开来 这天半夜她起身上厕所 却在一片重鸣的寂静中 听到了深夜的庭院竟然有走动的声音 她趴到缝隙上仔细地看 只见一个女人蒙着脸走过去 小云便起身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随她一同往竹林深处走去 在这片树林里 小云发现那人正是二太太 而和她私会的人 竟然是大少爷阿珊 老爷的太太和老爷的儿子 竟然还有这样的关系 小云难以置信地目睹这禁忌的场面 震惊得她没有声张 只是亲手亲脚地回到房间 但惊魂未定的小云 怎么也睡不着了 二太太帮小云擦洗小腿 但是小云的脑海里 全是二太太举手投足的风情 她目睹二太太和大少爷偷心的场面 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正好这天又遇见老爷在惩罚男丁 原来男丁让女佣怀孕 女佣必须削发为你 一辈子留在佛寺 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 而男人被处罚之后 便能继续同往常一样相安无事 只因为性别他们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 小云渐渐明白 为什么宅院之下大家都逐渐扭曲 表面服从何观顺 却在暗处宣泄着汹涌的本性与欲望 很快到了祭祀的时候 二太太因为来月室不能点香 小云因为怀孕也不能经手 正当他们找大太太帮忙时 才得知大太太再次怀孕了 望着他们欢欢喜喜的样子 他面前悄悄祈祷 祈祷自己能生下老爷的最后一个儿子 神明不一定能听见他的祷告 但或许因为大太太的高龄 很快他便流产了 得知消息的小云又惊又怕 他认为是自己当时的祈祷 造成了大太太流产的结果 二太太在一旁安慰小云说这是命数 他这才勉强安心下来 而大少爷阿珊马上要娶妻生子 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 甚至还弄伤了自己 他不愿意娶一个素未磨面的女孩 况且他内心里喜欢的人是二太太 于是便跑来找他宣泄 阿珊一直以为二太太的妖女 是自己和他生下的 但二太太亲口说事实并非如此 他明白自己和大少爷之间的关系 是世俗伦理所不容的 于是拒绝一起逃跑的提议 狠心赶走了阿珊少爷 那之后阿珊大病一场 调养好久才得到好转 但就在婚事举办前 家里的一头牛犊竟然病重 怎么也不见好转 为了不让他在儿子成亲当天碰巧死去 大太太只能拿来毒草癫切 让他提前离开人世 到了阿珊大喜的这天 全家上下都开始盛装打扮 老爷也监督着婚礼的布置 院子里挂满了红灯笼 但阿珊只是颓唐地坐着 等深夜不情不愿进了新房 紧张的新娘便开口叫他老公 可是阿珊满面愁容 望见自己的丈夫无动于衷 小雪便开始主动解去衣服 没想到竟然被阿珊喝止住了 小雪的眼中盛满慌乱和震惊 阿珊没有碰她 于是第二天庭院没有挂起白帕 而是一身红衣的小雪站在门外 听着阿珊在屋里大闹 没了办法的老爷只能退婚 还提出返还女方家三倍的嫁妆 让族人帮忙让小雪再次成亲 小雪就关顺地跪在一边 仿佛犯下天大的错 新婚之夜新郎没碰自己的女儿 小雪的父亲觉得十分丢脸 盛怒的他不同意退婚 这是让家族蒙羞的事 他不愿接回自己的女儿转身离开了 心灰意冷的小雪抽气着 很快他便自已身亡 刚过门的新娘就这样离世 大少爷差点被吓傻 他恐惧一条生命因为自己陨落 但高高在上的老爷神色淡淡的 他只是痛心儿子的不成气 至于女孩年轻的生命 不在他悲伤的范围内 下人们帮小雪打理着衣容 而路过的小云 望见他脖子上那道发青的勒痕 心中满是悲戚 望着他们把小雪带出去 小云终于忍不住哭起来 半夜小云轻声来到灵鹫旁 清冷的夜色里 只有一只蝴蝶吻着小雪的面庞 在韵度上抹特制的精油 这样能保持肌肤的光滑 二太太照顾着小云 可是小云却心愿一马地望着她 她爱小云 但仅限于把小云当作自己的女儿 她认为小云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怀孕导致的 在这个宅院里 作为女人的她们 身上体现的是服从 彰显出的是乖顺的美德 但父权极度地压抑下 所有人的感情都变得逐渐扭曲 明白现实的小云只能伤心地哭起来 不久之后她便要生产 二太太陪在她身边 但第一次经历生产的小云没有经验 她已经精疲力竭 最后孩子没生下来就失去了意识 关键时刻还是大太太来救场 她命令下人拿来一把火烧过的刀 然后果断地开始手术 在小云一生痛苦地大叫过后 孩子终于顺利生产下来 小云的意识慢慢恢复 模糊中她望见大太太 正温柔地抱着自己的孩子 幸运的是母女平安 不幸的是小云没能如愿生下男孩 很快他们为去世的小雪送丧 穿上白衣的他们站在庭院里 每个人的面色都是沉重的 小云抱着自己的女儿 她只觉得内心无限悲戚 也许她并不是想生男孩 并不想依仗一个儿子过上好日子 而是害怕生下一个女儿 怕她要面对这世界的不公和苦难 最后饱受折磨过完一生 望着女儿在怀中大哭 望着她嗷嗷待哺的样子 小云的视线被风中摇曳的黄花吸引了 她知道那是带有剧毒的癫气 由于半晌后 她还是伸出手摘下胃给了女儿 而从小在这个宅院长大的阿贤 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她目睹在父权控制下女人生存的不义 甚至连自己都不愿再当一个女孩 女孩天真的话语被现实击败 她明白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切 最终用剪刀剪掉自己的头发 然后轻轻扬进小溪里 剪完的时候她觉得如是重负 仿佛自己也变得自由了 这是身为女人的她们 唯一能做出的反抗了 这部影片名为三太太 背景是19世纪的越南成交 在这里 女人能做的只有绝对服从 犯错的她们不会被宽恕 而男人则只用受轻微的惩罚 在这里 她们的价值被附加在落红白布上 被体现在高高隆起的孕度里 如果生下男孩 生活或许能多一些眷顾 但若生下的是女孩 那只能被无穷无尽的折磨压榨 陪伴她们的是清冷的夜 是漫长无边的等待 那是人为赋予她们的宿命 比天命更加难以改变 所以不难理解 在这样的压迫下 二太太竟然会和大少爷有禁忌之恋 小云会对二太太生出爱慕之感 在影片中 残永化蝶的过程贯穿了整个故事 这也是绝妙的隐喻 小云刚嫁到这个宅院的时候 院子里的残症默默地开始吐司 等小云渐渐习惯这里的生活时 那些残已经在慢慢节俭 将自己裹在其中 那也预示着小云已经在作茧自负 等到要开始抽丝剥茧的时候 小云已经临近生产 预示生产是小云唯一的价值 而最终残永化的蝶 飞入小雪的棺木里 停留在她毫无生气的面庞上 因为对她们来说 只有死亡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样的一生是悲哀的 她们被驯化被压榨被淘汰 最后也不得善终 好在她们已经开始反抗 开始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意识